Hello大家好 我是国货观察家 馆长 最近有一句话让我思考两久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Follow the money 如果你想知道真相 就跟着金钱走吧 我非常认同这句话 人会说谎 但金钱的去向永远成事 投资人嘴上说 这个项目有机会 那条赛道有未来 但只有亲手投出去的钱 才能说明他们的选择 消费者也是一样 不要看他们嘴上说喜欢什么 要看他们花出去的人民币流向了哪里 有时机会就蕴藏在资本的动向当中 去年一年 资本市场用真金白银 为国货美妆护肤品牌 投下了信任票 威诺娜在创业板挂牌上市 老牌国货片仔黄 也要把化妆品业务拆分出来 独立上市 国产美妆品牌 眼看着就要迎来一波上市场 而在一级市场 有媒体统计 去年全球范围内 一共发生了65起 针对化妆品行业的投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51起投资行为发生在中国 占比高达78% 这投资的总数可能不一定准确 但比例绝对反映出了一些事情 资本市场对国货美妆 护肤赛道的热情可见一斑 另一头 消费者也越来越对 国产美妆护肤品牌买账了 比起依靠消费者的 非理性误区赚快钱 如今的国货美妆护肤 已经开始倡导 消费观念回归科学和理性 走长期主义 反而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根据CBN Data的数据 新锐国货美妆的整体增速 在2020年达到了78% 前段时间我听了一期 关于国货美妆护肤品牌的播客 主持人提到了一个数据 让我印象深刻 十年前 中国的美妆市场 还是羊品牌的天下 排名前二的羊品牌 联手拿下了30%以上的市场份额 但到了现在 第一名的市场份额 已经不到10% 而中国本土的新国货美妆品牌 不只杀入了前十 还能有品牌拿下6%以上的市占率 当金钱的河流 缓缓流过资本市场 已到而立的馆长就在那里 深情的目光光过去 都是国货美妆新品牌的影子 所以这期视频 我想和大家聊聊国货美妆 为什么在这几年 开始占据大家的事业 为什么国货美妆能做到的事情 欧美大牌们做不到 还是老惯例 先放结论 国货美妆 包括近5年崛起的新国货品牌 本质上都是互联网公司 他们套着传统快销品的壳 内核却是互联网创业的方法论 这正是外企大公司无法模仿 也难以追赶 在互联网行业 有个概念叫做 NVP Minimum Viable Product 最小化可实行产品 这是什么概念呢 假如你要开发一个 类似微信的产品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事无巨细 把微信里所有细节模块 都做出来 那等你的产品上线 恐怕人类都用上脑极接口 稍有经验的选手 一定是先把聊天 朋友圈之类的核心功能 先做出来 产品差不多能用了 就先上线 让用户开始玩 这就是NVP 先推出最简单 可以做出来的产品 推向市场 只要能用就行 主要是验证市场的需求 再用后续迭代更新 把拍一拍 看一看 扫一扫之类的 附属功能再加进去 最后形成你看到的 如今功能丰富的产品 NVP概念背后 蕴藏着小步快跑的商业理念 不求完美 更不求大踏步的前进 和划时代的产品 先把能用的东西 做出来快速抢占市场 让公司快速运转起来 再用一次次小型的迭代 和密集的更新频率 使得公司快速成长 这个理念 在不同行业 有不同的叫法 在服装界叫快时尚 在影视剧行业 叫边拍边播 在传媒界叫碎片化传播 如今 在美妆护肤领域 国货新品牌 几乎每一家 都在践行这种理念 这是你最近买到的大牌新款 可能当他们创意诞生的时候 你在这互联网 还找不到一个叫做 IC实验室的up主 想到这里 顿时觉得自己十分年轻 但是在国产美妆护肤行业 这个速度要快好几倍 一般你看到的新产品 推出的周期可能只有4到6个月 甚至更短 这个季度提出创意 下个季度没准就出街了 这中间有成熟的 本土美妆供应链的加持 也有创业公司扁平化流程少的优势 但底层逻辑是小步快跑 追求增长的逻辑 过去国产美妆 往往给人依赖代工厂的印象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品牌 创立了两三年 刚刚靠爆品打开市场 就开始布局自产自研 如今拥有自己的实验室的新品牌 越来越多 甚至有些品牌 还开始投资自建工厂 相比上一代同行 新品牌更早地意识到 核心技术和成分 对二次增长的重要性 快速布局上游 也是这一代新品牌的特征 有句老话说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只有拉满速度 敏捷开发 将小型公司灵活扁平的优势 发挥到极致 才有机会弯到超车 在之前的视频里 我提到过 国货新消费品牌 非常注重爆款产品的打造 只有快速大量地推出新品 才能保证每个季度 甚至每个月 都有持续不断的爆款 去轰炸消费者的眼球 一个爆款的绅士还没过去 另一个爆款又扑面而来 品牌反复在消费者前面 刷存在感 快速积累了品牌声望 使得这些佼佼者们 能在短期内 迅速从默默无闻 成为路人皆知 过去打造一个品牌 需要三十年 现在打造一个品牌 只需要三年 甚至更短 大人 时代变了 产品之外 再来说说营销 传统国际大牌的营销 突出一个不差钱 孙子兵法有余 用兵之法 实则为之 他们往往会在 电视 机场 车站 电梯 路边广告等等 各种广告位 密集轰炸式投放广告 尤其在消费场景 也就是线下商超 广告是绝对不能少的 除此之外 往往已经生根线下多年 积累了强大的渠道能力 有能力在商超里 把自己的产品 放到货架上最好的位置 也有足够的财力 在顶级的商场 设置自己的线下门店 藉由BA Beauty Advisor 一对一的服务和销售能力 进行转化 当然主要还是这些外国大牌 有超能力 光这一点 就是国产新品牌 难以逾越的门槛 但没钱怎么办呢 没钱也有没钱的做法 就像大部分互联网创业公司 早期拿个几百万投资 也不够用来高举高达砸渠道 所以只能运用增长黑客的方式 精打细算 想办法获取性价比更高 甚至零成本的流量 也就是钱花的少少的 把效果做得好好的 想实现这一点 不可能像国际大牌 一样拿钱去砸线下广告 更不可能开大量门店 用BA做销售 国货美妆更看重中间 也就是包括种草带货促销在内的 一系列流程的精细化运营 最终实现购买 而互联网数字化营销 为国货美妆的精细运营 提供了可能性 近几年 营销领域最流行的概念就是 D2C Direct to Consumer 直面消费者 数字化电商为品牌 提供了众多新渠道和新玩法 使得品牌可以在销售端 营销端 直面消费者 不断接收消费者的反馈 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2015年之后 中国的电商销售额 超越传统线下销售额 催生了一系列 桃美妆品牌的崛起 2016年 公众号渠道开始启示 通过公众号KOL投放推广 不仅价格便宜 还能有不错的转化 也成为了美妆护肤品门 追捧的渠道 后来 小红树又成为了女孩们的新头号 成了国民级种草平台 2018年开始 淘宝直播掀起了 直播带货的热潮 李佳琪 薇娅的直播间 又成为了 国货美妆围猎的新阵地 几乎每个新渠道出现 都会诞生几个 因渠道而兴起的新兴品牌 而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 每个新渠道刚崛起时 流量都非常便宜 早期入局的品牌 能吃到大量便宜的流量 而随着渠道平台的快速发展 早期品牌更加可以 和平台一起成长 收获更多的红利 正是因为新兴营销 业态的不断成熟 大量便宜大碗的流量 注入了国产新品牌 它们的流量效率 获得了大幅提升 而相比之下 海外大牌 也不是不研究这些新渠道 但大公司毕竟流程长 转化慢 又极其的风险厌恶 很难吃上这第一口螃蟹 要知道 小红书启示是在2017年前后 而许多大牌直到2020年 才开始投入小红书的运营 当国际大牌慢悠悠地转身入城 国产品牌早就拿走了 这个渠道的第一口红利 其次 数字化营销带来了 个性化的动态广告 千人千面的广告展示 和商品推荐 使得线上货架 不像线下的门店广告位一样 被大牌垄断 新品牌得以用较低的成本 触达用户 除此之外 新兴消费品对营销时间窗口的把握 也远远强于国际大牌 无论是双11还是618 以及各种层出不穷的 表现亮眼的国产新品牌 在营销圈有一句老话 你投入的广告费中 有一半是浪费的 可你并不知道是哪一半 这对传统品牌来说 是可接受的损号 但对新兴品牌来说 则是弯道超车的机会 新品牌们利用数字营销 进行AB测试 计算投入产出比和转化率 对比不同渠道 不同KOL的效果 不断优化自己的投放模型 也许第一次投放 有一半是浪费的 那么第二次就要缩减到30% 第三次就要缩减到20% 这同样是互联网思维 不断迭代 不断优化 而大牌占据的线下广告 就无法适用这种方法论 当国产品牌 总能比国际大牌 繁运更快 投入产出比更高 渠道的红利 便会转化为品牌力上的优势 帮助国产品牌提升竞争力 说完了产品和营销 最后再来讲讲人 我盘点了一下 过去几年最火的 国货美妆品牌的创始人 其实多有深厚的行业背景 菊朵的创始人 是直优权的前高管 花锡子创始人 是百雀林前总监 Colorkey的创始人 是卡兹兰的前高管 而PMPM的创始人 更是宝洁和谷歌 两大巨头的跨界履历 为什么这些高管 不好好待在传统企业 和国际大牌里 纷纷跳出来创业呢 再我看来 国货新美妆 不仅是美妆公司 更代表了新的思维 对旧思维的跨界颠覆 代表高效率的模式 对低效率模式的整合 这批创始人 除了都出生于大公司 还有一个共同点在于 这一代创业者 普遍比较年轻 处在85后90后的年龄 这个年龄阶段的创业者 一方面具备国际事业 另一方面 也见证了中国市场 奇迹般的发展 经历了互联网时代 信息总量的爆炸式增长 以及信息传播方式的 便捷和迅速 信息不对称的消除 使得这一代创业者 都拥有跨界的知识储备 一方面积累了大量 关于供应链的方法论 理解了国际大牌的品牌理念 另一方面 他们又看中了 中国互联网先进的方法论 如今美妆行业的线上化 已经成为主流 爱媒咨询数据显示 化妆品网购渗透率 已超70% 线上营销 线上销售 和线上品牌打造的能力 已经成为了创业者的核心能力 前面我们提到的PMPM 这是一个定位为 护肤界Discovery的新兴品牌 品牌上市一年 GMV 也就是商品交易总额 就超过了2亿 增长超过100倍 推出了包括海茴香水乳 白松露酱面膜 玫瑰精华油 在内的多个爆款全品 PMPM的最大卖点 就是创始团队在环游世界后 决定探索全球 把各地神奇的护肤能量带回来 这个定位看起来很美 但其实对创始团队的要求非常高 一方面需要创始人 在护肤品行业 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功底 对原料成分有清晰的理解 并且能够搞定供应链 另一方面 也需要创始人对市场 有着深刻的洞察 有足够的品牌运营经验 能够依靠互联网打法 在用户端打响生料 可见 国货型消费 并不是一个掌握了渠道和厂家 就能玩赚的简单游戏 而是需要一群理解游戏规则 又有着全新想法的年轻人 不断去挑战的修罗场 而且对这些新消费创业者来说 他们不仅想要做出爆款产品 他们更希望跳出低端赛道的 内卷式竞争 在高端领域打出品牌力 与国际大牌一争高下 正如PMPM名字的含义一样 PMPM等于Puchelmonde Puchelmonde 这句话原字法语 延伸意义是 去往世界 探索世界的意思 这些全新的国产品牌 正在抢占国际大牌的市场 调研报告显示 PMPM的消费者 13%与亚士兰黛充叠 8%与兰扣充叠 10%与欧莱雅充叠 11%与岳木之源充叠 也就是说 PMPM在高端护肤领域 截获了不少国际大牌的消费者 这就不得不提到 他在品牌软持力方面的策略 友赞创始人 白亚曾经总结过 四条新一代品牌崛起的基本规律 一 有洞察能力 和有梦想的品牌主理人们 发现了新时代的消费场景 二 做出来了 适合这些场景的新产品 三 同时在新媒体新渠道里 很好地让产品和消费者相遇了 四 能保持在不断和消费者的互动中 创造更优的产品和体验 并且沉淀了私欲流量和品牌影响力 再我看来 PMPM毫无疑问已经做到了前三点 并且在第四点上 也做出了自身的独特点 此前 PMPM已经探索并带回了 世界很多角落的神奇成分 马达加斯加 猴面猫树 皮埃蒙特森林 白松露 布列塔尼海岸海回乡 保加利亚玫瑰 冰岛第一等等 通过这些成分和极具仪式感的产品设计 PMPM很希望把远方带给消费者 在购买后 消费者都会收到一个 长得像行李箱的快递箱 里面有创始人手写的明信片 一封来自远方的信 其次 PMPM提出了独创的环球配方公式 X加Y加Z X指的是全球神奇自然成分 Y则是大牌前沿科研成分 而Z则代表国际专利增效技术 这一公式代表着PMPM的主张 真正有效的护肤都取决于配方的好坏 而非单个成分的浓度高低 第三 PMPM是一个既重视品牌力 也看重产品力的品牌 今年 PMPM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 通过多种专利技术成分 确保功效 PMPM展示了一个 国货新品牌的成长路径 以体验和品牌为起点 但最终要用产品和技术 留住消费者 对于一个想要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品牌 光会做营销概念 或者只有产品和技术 都是走不通的 只有产品力和品牌力同时具备 才有机会在未来挑战国际大牌 当我们讨论国货新品牌时 总有无数角度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一个新的消费时代正在降临 而国货品牌正在引领这个时代 虽然新生的品牌们 还有众多命题需要回答 但他们有一群最具事业的创业者 有着领先全球的方法论和执行力 有着最层出不穷的玩法 我毫不怀疑在美妆护肤 食品饮料 服装潮流 运动健身等各种领域 国货都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他们将会摘掉隐形王者的帽子 拥抱整个国内外的市场 去打破过往 由国际大牌主导的品牌秩序 与消费者建立新的沟通方式 如果我们选择的消费方式 便是我们为世界投票的方式 那么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有效率 更尊重消费者属于国货的未来呢 消费 商业 洞见 尽在IC实验室 感谢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馆长 我们下期再见